中国历史上杀人最多的十大屠夫,丧尽天良,令人发指。 一、铁血屠夫白起,也叫公孙起,打起仗来铁血无情,据两起超考证,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两百万人,白起就占了二分之一,铁血屠夫当之无愧。 二那首屠夫曹操不但是道士尖雄,也是个心狠手辣的屠夫,攻打陶迁,徐州大屠城,破张鸟,屠庸城,征吕布,屠鹏城,公元绍,屠叶城,征吾湾,屠柳城,每到一处都执行杀光政策,手段狠毒至极。 三,疯狂屠夫黄朝,有一句俗话,黄朝杀人八百万,结束难逃,黄朝领兵为陈州近一年,粮草吃没了,就把陈州四州的百姓杀了都给吃光了,黄朝还在广州杀了阿拉伯,波斯等穆斯林商人有二十余万,疯狂程度令人毛骨悚然。 四,野蛮屠夫铁木针铁木针的蒙古帝国,可以说完全由白森森的白骨搭起来的宫,现金国都城中都对城中居民,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屠杀杀了超一百万人工。 元一二二一年第一次西征,被撒马而喊,进行疯狂屠杀,当时蒙古兵有五万人平均,每人杀死二十四人,共计一万二十万人五。 屠夫之最乎必烈,这位元朝的建立者,实行种族灭绝政策。 大四屠杀汉人,男人累计一千八百多万之多,中国北方百分之九十汉独平民,几乎惨造种族灭绝四川在屠杀。 之前估计有一千三百到两千多万人屠杀后,竟然不满八十万人几乎成了无人区。 这种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,已作为世界纪录收录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。 1985年版,六,冷血屠夫朱元将这个放牛把当上皇帝后翻脸不认人。